Hello 各位鄉親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教大家 如果你的Windows版本跟我一樣 它寫說您的Windows授權只支援一種顯示語言 那如果是英文版 它會寫說 Your Windows License only supports one display language 但是這個時候呢 你又想要去切換Windows的顯示語系 這時候應該怎麼辦 好 那接下來就開始我們的教學 首先你要以系統管理員身份 來執行你的登錄編輯程式 那如果是英文版的話 它將會是叫做Register Editor 那你就是選擇Run as Administrator 好 接下來我們按下你的Windows鍵 輸入登錄編輯程式 點擊右鍵 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進入註冊表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到 這一個資料夾下面 如果你是英文版 它前面會是Computer 如果你是中文版 它前面會是電腦 這會有一點點的差別 那接下來你就會看到它這邊有一些自竄 以及自竄的資料數值 那這些數值我們應該怎麼修改呢 我們就要到這個網址 這些資訊呢 我等一下都會放在YouTube的下方資訊欄 大家不用擔心 好 我們往下走 你就會看到這邊有Language 以及它的Language ID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如果是繁體中文 Chinese Traditional Taiwan 它的Language ID就會是0404 那如果是大陸同胞 他們想要用簡體中文的話呢 就會是0804 那我們今天英文版的話 假設我今天是要切換成 United States 英文版 它就會是0409 記得你只需要後面這四碼 我們複製 0409 首先回到註冊表之後呢 對Default 對Default 點擊兩下 輸入0409 按下確定 對Install Language 輸入0409 再點下確定 好 然後重啟你的電腦 你的Windows 就會切換成你所選的語言了 好 如果今天這部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請幫我點讚 分享 那如果你有什麼話 想要跟我說呢 就留言給我吧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